谢谢董老师 我最后何时件事 你们家狗是不是咬过它 我们家狗确实是咬过它 因为这家狗它是来我们家 然后我这是 它开门的时候 我这是跟狗玩呢 我无意间开玩笑 跟它说 我说你要是再对我不好 我就让狗咬你 我就开玩笑说的 它就不信 它说到狗玩去了 然后狗急了它 咬了它一下 只想到它真咬过 你说现在以后 不能这么说 我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又不是有意 让狗去咬你去 但是你也不能去 打疫苗的时候 让我掏这钱吗 再来是男女朋友 你有必要跟我算这么轻吗 那我不是气急了吗 你说哪有女朋友 让狗咬男朋友 但你也不能 又是打疫苗钱 又是营养费什么的 还收营养费呢 急嘞 我为什么最后才核实 或者问这件事呢 我就想告诉女孩 一个道理 就如果你爱的人 你都不够尊重她 那在你的周围 是没有人会尊重她的 她最后就会按 你想象的一个方式 一直下滑下去 说白了 她就按你想象的那样 把自己塑造成那样 所以你们俩是不是适合 我还真的不知道 没有办法去 劝阻一个人 爱另一个人 或者你去劝阻一个人 不爱一个人 但是你要想清楚 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不合适 这何必耽误那么好的 大好青春呢 拖的时间越久 人家越黏着你了 剩下事你们自己来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盆吧 这是您用的那脸盆 对 就可能说 这个脸盆 对于我来说有点故事 我就希望能握这个脸盆 可以告诉他 生活你要需要讲究卫生 多洗洗袜子 那是什么呀 小伙子 火香蒸汽水 干啥的呀 泄火的 第一回这不是他生气了吗 然后我就跑到他们所有楼下去等他去哄他 当时已经吵到闹分手的地步了 我就去晚留啊 在那个楼下待了一上午 当时正好是夏天挺热的 我呢 就是一身黑嘛 当时也 其实也真是改中暑了 然后从我老大一头看的就心疼了 就拿给我拿来这个 我就想说我对你 其实我对你 想给你很多 就我不会去表达 其实我对你这份感情 真的一点不起来 只是我不会去 跟他们别人那样去做 去说 没了 好 行吧 自己感受一下吧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一个女人自述自己爱上了一个 自己完全看不上的男人 那她到底是爱上了呢 还是没爱上 到底这个男人是看得上还是看不上 这听起来特别像一个谜题 也像一个哲学问题 其实说白了 如果没有对这个男生的喜欢和爱 怎么可能走两年呢 只是希望自己身边那个人 可以变得更好 更优秀 仅此而已 但有的时候你大概需要调整一下 你心里对你爱人的那个定位 记住了 不要要求一个人做改变 那太不现实了 我们来看